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谈到的信 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 我们不要忘了上个礼拜的讲义 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也是我们因信称义 什么叫做信 在那个地方有讲到 所谓的信 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 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改变 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 主耶稣他所说到的重生 什么叫做重生 就是重新再生一遍 是reborn 重新再生 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真理 所以上个礼拜的那个地方讲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上一次也讲到了 很重要的因信称义的信 是因着信心 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 不但是得着了新的生命 而且是以至于信 这个是一个过程了 不但是一个开始 而且是一直不断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我们见到主的面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对信不但是一个起点 我们也要知道 这是一个整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时时刻刻都凭着信心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来看到 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跟第五章了 保罗呢 在这个第四章那里 他还是继续的用一个辩证法 来谈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 怎么样活出这个信心 他用这个辩证法 他就举的例子 还是使得亚伯拉罕为例 我们都知道 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 那么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呢 我们在起初的时候 在第一堂课 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 他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晓得保罗写给这个 罗马的众教会 罗马的众教会的里面 有一批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有一批是外邦人的基督徒 那么这个都是基督徒 都是主内的 都是信了耶稣的 但是呢 他们之间有着摩擦 那么保罗呢 在这个地方就特别的 要在这里针对着他们两方面 所认识的不同的地方 所错误的地方 来纠正他们之间的矛盾 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人 都是因信称义的人 所以在这里呢 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也晓得了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了 当时是针对着这两方面的 但是今天对着我们呢 也有特别特别的深的意义 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 中派与中派之间 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都有一点点看法不同 在我们的看法不同的里面 我们都彼此呢 有了隔阂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在这个因信称义的上面 我们要清清楚楚 我们都是站在同一个起步点 都是在一个起步点 那么保罗在第四章一开始 在第二章里面 亚伯拉罕 他是信心之父 这个犹太人都知道的 他们的所谓的老祖宗 老祖宗 他们的国父 都是讲到亚伯拉罕 那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多半多半 我们都是非犹太人的背景的 我们都是外邦的 但我们也说 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看到 亚伯拉罕都被我们称为 信心的父亲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但是呢 我们有一点我们要来看 保罗在这个第二章的 第四章那里呢 就特别的强调了 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 但是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 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里也讲到 他的行为上面 也并不是完全认了 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里面 十六章的里面 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他在行为上面 也不是完全人 但是 神算他为义 这个算为义就是 你不是 但是呢 我算你 为义 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因信称义 其实呢 就是被算为义 是因着我们的信心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来看到 因信称义 不是靠着律法 不是靠着行割礼 不是靠着做这些事情 而被称为义 是因为你信了之后 你的行为 你就遵守了律法 所以这里 保罗一直强调的是一个 前后 先后的一个次序 不是说律法不重要 不是说割礼不好 怎么样 但是呢 他强调的是一个先后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抓住首要的 你不要抓住次要的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保罗 再次的强盗 我们被神称为义 亚伯拉罕被称为义 特别是指到亚伯拉罕 他是在行割礼之前 创世纪里面 15章第6节那里 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了 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收割礼 还没有 他什么时候收的割礼 我们看到的是在 创世纪第17章之后 两章之后 是后来 因此神称他为义 那么神说 你要行割礼 你要家里面 男丁都要行割礼 那么他就遵行神的话 他遵行神的话 他行割礼 是因为他信神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强调的一点 是信心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 因信称义的这个印证上面 受割礼的人 是因信称义 那么亚伯拉罕就成了我们 因信称义的父亲 这是我们的表率 是成了我们的榜样 那么这个榜样呢 不但是犹太人的榜样 也成了我们信主的所有的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观念的里面 把这个犹太人跟我们外邦人 要分开分开 但是在基督的里面 告诉着我们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里呢 强调的一点 亚伯拉罕 他在行为上面 虽然不完全 但是他有一点 他的信心的里面 他紧紧的抓住神 那么靠着神 他也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呢 他的生命就一直不断的在更新 在改变 这一点就是强调了我们上个礼拜 所谓的什么叫做信耶稣 不但是重生了 而且重生了以后 靠着这新的生命 要竭力的成长 要成长 要进入完全 我们看到 《创世纪》的里面 写到亚伯拉罕的 一生的时候 他起初的信心不足的 但是呢 他凭着信心 他一直靠着主 靠着主 他自己更新改变 认罪悔改 然后一次一次的改变 成长 到最后 他神 蒙神悦纳 这是我们的榜样 也就是信心之父 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又讲到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叫那死人复活 是无便为有的上帝 所以当神说 你生的儿子 不都是我所喜悦的 唯有我所应许的 才是真正你的儿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强调了一点 神是要因着 他的话语 你要相信 我们是相信神的话语 在这里呢 亚伯拉罕在主的面前 就被我们称为 世人的父了 就是一个信心的父 所谓的信心的父 就是好榜样 就成了我们的榜样 要学习的 那么我们在读 创世纪的时候 特别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里神就让我们看到 他起初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后来 他怎么样的完全 成了我们的好的榜样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承受世界 当神为亚伯拉罕 祝福的时候 说出了他的后裔 这个后裔 在原文的里面 有好几次 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神对亚伯拉罕说到 你的后裔的时候 有好多次 起初的第一次 在十二章的那里呢 用的后裔是一个多数 多数 你的后裔 子子孙孙 但是到了后面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 有一个地方呢 我记不得是在第几章了 那个地方呢 用的那个后裔 是一个单数 那是指的 耶稣基督 你将来有一个后裔 当然原文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就说你的后裔 用单数的时候 是明明的指着 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原文的 很多的意义 是有很重要的重点 在那里 我们看到 那里讲到了 后裔 要承受世界 一方面指的是多数 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 将来神说 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 我们要管理的 我们要承受这个世界的 另外一方面 单数 那就指着耶稣基督 他是万王之王 我们将来都要与基督 一同做王 而他是万王之王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清楚的明白 神的心意 看到基督的地位 还有我们人的地位 在这里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我们看到 四篇三十二篇 一到二节那里讲到 主不算为有罪的人 这人是有福的 我们真是要感谢主 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不算我们为有罪了 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福的 所以四篇三十二篇的一二 那里是讲的这句话 也是针对着今天 我们信主的的人 什么叫做算为义 算为义就是你本不为义 但是神说你是了 我们就被算为义 这句话不是单位亚伯拉罕说的 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 被算为义 但是今天这句话 也应用在我们所有 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所以我就说到上个礼拜 我们所讲到的那个地方 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 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时时的要翻来 看一遍 再看一遍 提醒我们个人 提醒我们为人 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义的原意 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了义 什么叫做义 义的原文的意思 当然上个礼拜我们讲了 凡皮字 那个义呢 就是羊在我上 献祭了的时候 我们把羊献上 他代替了我 他被杀 就好像代表我的罪 跟着他同定了 同死了 那么祭了这个 把这个羊 把这个牛杀了以后呢 祭在神的面前 赦免了我的罪 现在我们明白了 这一切的祭的预表 也是指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 我们就被称为义 那么繁体字里面 简体字也是一样 简体字呢 是一个差 差就是完全是错的 但是在我们一个有罪的人 是在神的面前看为 全错了的人 上面神的宝血 则盖一点 那个代表基督的血 用这个来解释的话 我们也看到这个义 也就是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被称为义了 被算为义了 那么从 这个是用字面来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意思呢 什么叫做义 在神的面前 唯一就是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对的事情 什么是做对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 与神和好 我们想到做对的的事情 常常把重点看到那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不对 但是呢 在神 他所注重的那个事情 是关系 关系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 是最重要的 要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什么是正确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正确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要认识 认得 我们的神是创造者 我们呢 是被造者 被造的 是 要匍匐在 创造者之下的 我们既是被造 我们要听从 创造者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知道 他是父亲 我们是儿子 父亲是这么样的 爱我们 把我们高举起来 但是我们自己 要认得我们自己 不要被高举了之后 就忘了自我了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正确的关系呢 是建立在 人对神的信号上 你相信吗 你信 他是你的 阿爸 父吗 你信 他是你的 创造者吗 这个地方 就是人对 神的信号上面 不论环境如何 环境今天 疫情 灾难 大家吓得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但神说 平安 Shalom Shalom 你的心里面 真有平安吗 神说 虽然地上洪水泛滥 我仍然坐走为王 你信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不要惊慌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战争 而这些瘟疫 而这些不如意的事情 打倒了 我们要相信 无论何时 他都是坐坐为王 所以在这里 我们把信心 要放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种信心 有的时候呢 在时间上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神就是要看我们的信心 坚定不坚定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用时间 来考验我们 我们看到 读创世纪的时候 约瑟 他的故事 他小的时候 他做了梦 星星月亮 太阳都向他下摆 哇 他梦了 这个梦了的时候 一解释 他都晓得 他的哥哥们都知道 他的爸爸妈妈也听得懂 太阳是指的谁 是他的爸爸 月亮是指的谁 是他的妈妈 星星 重星是指的谁 是他的哥哥们 有一天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哥哥们 兄弟们 都要向他下摆 哎呦 这个样 他心里面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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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是何等的大 但是呢 没有多久 怎么样 他哥哥因为这句话 嫉妒他 恨他 就把他给卖了 卖到了埃及去 他结果呢 是受苦了 但是他没有改变 没有 在信心上 他没有软弱 他信心上面 他一直坚定的 不是说 他将来要做王 或者怎么样 他知道神 与他同在 所以无论在 何种的环境的里面 做人家的用人也好 奴仆也好 在关到监牢里面 也好 我们看到 约瑟 他的专一是什么 他专一在 怎么样解决 目前的问题 怎么样帮助主人 来管理家庭 怎么样帮助监狱长 来管理监狱里面的牢犯 他看他管理的方法 太不智慧了 他就帮助他 教导他 所以他不是在那里埋怨 不是在那里痛苦 不在那里哀恨 而是想怎么样去帮助监狱长 来解决这些问题 他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建议 那么监狱长一听 有道理啊 就照着他去做 一做了以后呢 就把整个的监狱的这些狱卒 管理的很好 他发现这个人有聪明 所以说好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把监狱里面 所有的管理的事情 我就派你来管理好了 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就照着你的方法去做 结果呢 你看他就把这个监狱 管理的非常的有条有理 所以他的集中的心思 不是在那里哀声叹气 因为他有信心 所以时间在约瑟 这个例子的里面 我们看到 经过了十多年的考验之后 他被提升 他做了埃及的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后也借着他在那里做宰相 把全家都带了来到埃及 能够逃避饥荒 所以从这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时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在信心的 在时间的上面 接受信心的考验 所以我们要抓住 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 我们要在生活上面 紧紧的依靠着我们的神 在这里 我们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潮流 是什么 今天的世界潮流 就是自高自傲 自私自利 贪烂 败坏 嫉妒 纷争 许多许多 眼前的利益 为了这些 我们就做出了许多 没有原则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信神的人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神的原则 就是我们的原则 所以在时间上面 我们要经得起考验 这里呢 就讲到了 我们在神的面前 分别为圣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地位 因信 我们就走 在神的道路的上面 得着了新的生命 我们要把那个新的生命 活出来的话 那就是分别为圣的生命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恢复 我们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 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然后正确的认识到神的作为 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心意 我们既是重生了 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第一点 我们过去的老我 以自我为中心 什么东西都 我有没有益处 我能不能够得着好处 什么都以我 我 我为中心 但是今天 我们什么叫做信耶稣 就是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 这有这样子的一个 确正确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寻求的是 神啊 你的心意是什么 因为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 即使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 我就要问 什么事情都要问 神啊 你喜悦吗 你的心意是什么 不再是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而是神啊 你要我做什么 这个地方的改变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 不是说我们都得着了 我们都在学习当中 这一点我们要谦卑下来 我们要看自己 神啊 你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们不要去问 哦 我的先生怎么样 我的丈夫怎么样 我的太太怎么样 我的儿女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来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领受的是什么 我们不但要恢复与神之间的正确的一个关系 祂是主 我们要寻求祂的心意 而且呢 我们要因信 因恩 借着信来回应神的话 恩是神给的 神的恩典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算我们为义 这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人该做的什么 我们人就是要信 要抓住神所说的话 我们相信他 所以信是从人发出的 所以神有恩典 人要有信心来回应 那样子的话呢 神的恩与人的信就能够配合 就能讨神的喜悦 这个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所信的神 祂是要跟我们有互动的 祂有恩典 我们要拿出信心 来配合神的恩典 所以这里讲到了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该做什么 神尽了他所做的一切的爱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回应 他的爱呢 这里就讲到互动的问题 罗马书第四章25节那里讲到 耶稣被交给人 祂在苦路的上面 受人的鞭伤辱骂 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祂是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与我的过犯 祂不但担当了我们的过犯 洗尽我们一切罪 而且祂复活了 祂复活是证明了 祂胜过了死亡 祂复活了代表 祂所做的一切得胜 祂的复活是一个宣告 一个announcement 这个宣告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信的人的心的理念 知道这是神算我们为义了 因为祂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过 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当以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 所以这里要看到神的恩典 与我们的信心要配合 要配合 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大概做的是什么 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 律法是惹 这里有一些地方我要解释一下了 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五节那里说 律法是惹神的愤怒 这里是有一点中文的翻译 有一点点绕舌头了 我们以为好像是律法呢 是惹了神的愤怒 没有律法也就没有神的愤怒了 不是这个意思 律法是神颁布的 是神的标准 是在高高在上的 那么这个律法的颁布呢 是要人知罪 你达不到这个标准 你要受到刑罚的 你要受到刑罚 不是惹神 这个惹神的愤怒的意思呢 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叫人受刑 所以这里解释的意思就是 律法的一个功能之一 就是使人知罪 要使人知罪 律法 我们上一次讲了 它是高高在上的 是至高的 是标准的 但是人是远远的落在下面 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 但是 当这个律法颁布了以后 有了神的标准 人才知道自己的错 才看到自己的地位 是何等的低落 我们的行为 所做出来的一切 都达不到那个标准 惹神了愤怒 所以惹神愤怒 是我们的行为 不是律法 那么既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搬出了律法 另外呢 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 要明白的一点 律法不能够帮助人 胜过罪 不能够因为你 遵守 你要去遵守律法 你就 胜过了罪 律法那个标准 你是达不到的 结果呢 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落在罪的里面 人明明知道 自己是所做的 不讨神喜悦 但是呢 我们仍然去做 我们惹了神的愤怒 神是圣洁的 律法是圣洁的 但是 达不到标准 是我们人达不到 但神是圣洁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明白的一点 就是律法是圣洁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吃东西 我们有一些东西 我们放在冰箱里 或者放在房屋的里面 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以后 发霉了 你看到那个霉 长了一点点 在那个上面 你就知道 在起初的时候 空气的里面 有那一个霉菌进来了 那个霉菌 那么一个点点的 你看不见的 现在呢 经过了两天 三天了以后呢 它慢慢的 长长长长长大了 你看到了 发霉了 整个一发霉了以后 你这个东西 能不能吃了 你不敢吃 因为那个是有霉 有菌 有汗 你东西怎么办 你只有丢气 只有丢气了 你没有办法去 说我来消毒好了 我们有的时候说 哎呀 这个东西发霉了 把它消毒了以后 这霉菌都给我杀死了 是的 你煮了开水 你把这些细菌都杀死了 但是我要问你 那细菌它分泌出来的 那些毒素 都在那个里面 你不能吃的 你吃了 虽然没有霉菌 但是霉菌所带出来的 那些毒素 在里面 那个是有害的 所以整个东西都要丢掉 神是圣洁的 我们人一犯了罪以后 我们就像那个 发了霉的东西 神要隔离 神要隔离 因为神是圣洁的 在这里我们再看 罗马书那里 说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我们也要解释一下 不是说没有律法 就做错 我们不算为错了 我们要明白的一点 无心的过犯 也是过犯 我们不要说 哎呀 这不是我故意的 哎呀 你就原谅我 算了吧 就算了吧 No 你无心 你不小心 你把人家的玻璃打破了 你不小心 说了一句话 你伤到了人了 是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伤害 已经发生了 玻璃已经碎了 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你可以赔赏 你可以赔赏 跟那个故意犯罪 当然有不同 但是呢 无心的过犯 仍然是过犯 我们不要 用这句话 来堂塞 哦 我不是故意的 什么 你就算了吧 我们就这样子 轻忽 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看到 在这个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神带领着 以色列民 离开了 这个 埃及 来到西乃山之前 在旷野的路途之中 没有水喝了 他们就埋怨 埋怨了以后呢 摩西怎么样 击打磐石 水就出来供应他们 他们没得吃 神就降下 玛纳 就供应了他们吃 在这里 我们看到 神有没有责备他们 好 我们再看 明书记 明书记 他们从西乃山 一年之后 开始出发了 出来了 他们要 北上 要进入迦南 他们一出发了以后呢 又怎么样 又没有水喝了 他们有没有争闹 他们又争闹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神发怒了 那么他们又没有东西吃了 他们又埋怨了 说我们怎么搞的 一天到晚就是吃的 就是这个白白的这些 什么什么 马纳马纳 马纳的原文就是 那是什么 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又在那里埋怨了 我们以前在埃及 我们虽然做人家的奴隶 我们晚上在家里面 还吊个锅 我们还可以吃吃葱 吃吃蒜 有的韭菜 有的这个香味 又回念到过去做 为人奴隶的 在那里埋怨 结果神怎么样 发怒了 在初海基金 那里所写的是 还没有到西奈山 民宿记是出了西奈山之后 所以这个前后两个 有很大的不同 神在前面怎么样 是忍耐了 神宽容了 但并不是代表他们没有罪 那后面呢 神把律法给了他们了 在西奈山下 已经给了他们律法 教导了他们 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你们愿不愿意遵守 他们同声的说 我们都愿意 那么既然愿意了 那么你们怎么出来了以后 又在那里埋怨了 这时候神降伐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神处理我们的过犯 无心的过犯 不是没有过犯 是仍然是过犯 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要认罪 为改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神告诉着我们 我们听了神的话 我们要遵循神的话 去做 罗马书第二章 第十五节那里讲到了 虽然没有律法 搬出来 就外邦人了 指的是外邦人 没有律法 没有犹太人的律法 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 在我们的心中 放了一个良心 神起初造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 那个形象就是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是公义的 良善的 有恩慈的 有洁净的 所以小孩很小很小的时候 他也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他有良心的 但是我们多少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 磨灭了 我们一次违背良心 觉得心里不安 两次违背 哎呀 还是有一点点不安 三次违背了以后呢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淡了 所以呢 在这里看到 神起初造人的时候 是将神的性情 是非之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 我们心里面 是有这个 不安的 我们心里面会较量的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不安就是说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心里面会着急的 那个就是因为 神在我们的心中 有一个良心 但久而久之 良心会失灭的 会减少的 所以你看 做久了 坏事的人 那个良心莫灭了 他毫无羞耻了 在这里我们再看 罗马书的第七章 十二节 是以后要讲到的 我今天在这里 要提出来的就是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的 也是公义的 良善的 在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第九节里面 讲到 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 是为不法不服的人 不虔诚犯罪的人 不圣洁 恋世俗 是父母杀人的人 所立的 我们认识了神以后 我们归在神的名下了 律法仍然是在那里 但律法对我们 就是说影响不大了 换句话说 我们举个例子 交通规则 车子不要超过 55速度 在街道的里面 现在纽约市的里面 好像有规定 好像不要超过 25mile per hour 那么这个规定了以后 你如果是遵守了的话 你就不要超过速度就好了 那么你开在车地上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有警察 你都无所谓 你心里面不会惊慌 不会左看右看 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你不会的 那个律法 那个法律 规定在那里 但是对你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除非你违规 你一开就30多 40几 然后一边开 一边看看左右 有没有警察 一边看看我的速度 怎么样 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GPS 有没有告诉我 旁边有没有警察 有没有红绿灯 有没有什么照相的 你在那担心 如果你守的话 你不会担心这些 有没有对你无所谓 这几个例子而已 我们再来看 罗马书的第一章第19节 我们以前就读过了 上帝的事情 上帝的事情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上帝的性 性情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心意 这些都放在我们的心中 人都知道的 就是不信神的人 他也常常说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我们也听到有很多的人 他不信神的人 头上三尺 有神明 他也说 有神啊 有神啊 但我们信了神的人 我们真正知道 那位神是怎么样的 一位神 那更进一步 我们要尊心 我们要活出来 人所知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面 其实这都是我们人应该知道 因为神把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显明了 我们以前也读过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里 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 信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要信神是信实的 我们旅行到外面去了 到了大峡谷 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登上泰山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世界的壮观 这个海洋的 大小 我们真是看到了以后 不得不感叹 神啊 你创造这一切是何等的美好 我们人都会惊叹的 因为神的性情 神的能力 神的作为 其实都在我们的心中 明明的可以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信神 而且我们要信得 真真确确的信神 罗马书的第五章 首先是论到 因信称义 所带来的福分 我们说到了 因信称义 什么叫做信 耶稣是基督 是凭着信心 那么什么样是信心 真正的信心 是什么样的信心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到 因信所带来的福分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五章第一节 最好的一个福分 我们因信称义 怎么样 与神和好 就是恢复了正确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什么叫做义 义这个字 就是与神恢复了正确的关系 神称我们为义 就是神自动的把我们 接纳了我们 跟他恢复了天父 与被造者的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能够在祷告的里面 说 阿爸 天父啊 我感谢你 我要赞美你 你赐给我生命 你又让我得着生命之道 我们要感谢 我们要赞美 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神起初造人的心意 与造人的关系是什么 这里我们就明白了 神起初造人 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就看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哇 讲的是宇宙万物 然后呢 就集中在地 是远面灰暗 就集中在这个地 地上面 神怎么样恢复了以后 造了空气 造了 把陆地露出来 海面分出来 然后陆地上有了生物 海里面有了生物 空中有了飞鸟生物 这一切都有了之后 最后神才造人 我们看到神好像一个镜头 一个camera 一个镜头 造了一个最大的以后 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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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最后集中到人 所以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 是何等的高 是何等的爱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 神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在神的心目中的地位 是何等的尊贵 所以我们免去神的愤怒 我们要恢复正确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要免去神的愤怒 也就是我们的罪 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 日日活在恩典之中 日日每一天 我们既信了神 我们重生了 得着了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要成长 而且成长的过程 是每一天的 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 我就等着上天堂了吧 今天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 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还是老我一个 No 这是错了的 这是告诉我们日日要更新 怎么更新呢 每一天都是在恩典的里面 这是神给的恩典 每一天神将他的恩典 赤在我们的新生命里面 就是一过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再留念 舍不得 哎呦 当初我那时候 怎么样风光啊 我是怎么样得意啊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在基督的里面 以今天为主 过去的一切 不要再留念了 有多少的好都已经过去了 不要悔恨 我们过去也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有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情 我们做了很多对不起神的事情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 不要再悔恨 神已经不再纪念了 神都不纪念了 你还在那里 你一直咬着这个恨 那个恨 你不是伤害你自己吗 所以我们要从那个忧伤的里面 要在那个痛苦的里面 我们要脱离出来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更新了的人 是一个重生的的人 我们是 不是说在母福里面 要再生一遍 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 这个福分是很大的 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福分 我们是重生的人 我们就要喜乐起来 我们就把过去的一切 都要忘记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再来看 有什么福气 五章二节里面 讲到的是盼望 我们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盼望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盼望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力量 一个人活着没有盼望 我告诉你 那个人是醉生梦死的人 你活的是为什么 活的就是为了吃 哎呀 要享受 那你吃的是为什么 为了是活 活为了吃 吃为了活 每一天就在这里绕 我每一天只要能够锻炼身体 我能够吃 吃了饱 我就睡 睡着的起来了 我就吃 吃了就睡 就是为了这个的话 一点盼望都没有 但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我们不但是盼望着今生 我们能够得到百倍 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了基督以后 我们重新的认识了自己 我们重新的能够在神的面前 活出基督的生命 而且盼望着将来 将来我们有着与神同在的喜乐 在神的国的里面 我们能够被他接纳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们活得就没有那样子大的盼望 没有大的盼望 我们就没有大的力量来生活 第五章第三点 是讲到在患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了前面主的恩典 我们有了这样子大的盼望的时候 目前我们碰到了困难 有了患难 我们就不怕遭害 但是我们要晓得 这个患难是指的是什么 是唯一受逼迫而来的患难 是从世界来的患难 不是自己的罪 我们自己做错了的事 招来的患难 这不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指的是因 异而受逼迫来的患难 在这样子的患难的里面 我们要晓得 第一个是从世界而来的 不是从神而来的 第二个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锻炼的机会 在这个患难的里面 神在磨炼我们 就像当年神磨炼约瑟一样 那么生命这样子的话 就逐渐的磨炼 磨炼就成长 成长了以后老炼 老炼了坚固 我们的信心就得着了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 我们的人的信心 神的恩借着信心 这样子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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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回回 我们的生命就逐渐的成长 我们要成长 我们也坚固了 所以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认识清楚了以后 我们对目前所遭受的患难 我们就能够不惧怕 我们就能够坚固下来 我们就能够对着世界 对着我们老我 我们过去的脾气 我们过去的那一切 我们能够拒绝 拒绝 我们天天要拒绝 我们不是说自己得着了 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已经得着了 就是保罗他都说 我没有得着 我只是努力向前奔跑 为要得着上头所来的赏识 所以呢 在这方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 如何的面对艰苦 那么面对着将来 神的荣耀的盼望 那个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盼望 一个是今生的盼望 一个是来生的盼望 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 将来神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与主同在 今天有主的力量与我们同在 我们盼望着主再来的时候 神的国 神的荣耀 也因此有了这样子的盼望了 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就逐渐的成长了 逐渐成 所以盼望是成长的 生命是成长的 我们的信心是成长的 我们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们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这个盼望是神也应许了的 神必要给我们 所以有了神的应许 我们抓住了的话 我们朝着这方向去走 我们也不至于害怕 所以圣经里讲说 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盼望也不会让你失望 失望了不就羞耻了吗 神说不会不会不会 结果得不拙 那么谁丢了脸 你丢了脸 神也丢了脸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不至于羞耻 不至于让你失望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能够看到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美 我们再看如今 这是对着将来 那么对着目前 对着目前 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启示 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靠的力量是什么 那加给我的 圣灵在我的里面 引导我们 我们就靠着那个圣灵 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 所以我们就放下自己 让圣灵来充满 让圣灵来带领我们 度过这些苦难 度过别人对我们的羞辱 在圣灵 将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不但有圣灵的同在 而且有上帝的爱 充满在我们里面 当初神是怎么样的爱着我们 救我们 如今神是如何的保守着我们 将来神要如何的提升我们 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 因着将过去 现在将来神的爱 这样子充满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再惧怕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 什么都能够 以上帝为乐 不平眼见了 这就是目前有苦难 但是我能够以上帝为乐 愿主的话语 帮助我们 每一天生命都在成长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诗 神宝座前 我们要献上感谢与赞美 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 是何等的丰盛 虽然孩子的口出 口出笨舌 但是主啊 你自己的圣灵 要引导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你的面前 得着主你自己的浇灌 愿主你的灵 引导我们 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 感谢赞美 奉耶稣基督 圣神的名 Ame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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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好 大家都好 大家好 感谢 谢谢 谢谢 祝福 祝福 今天是圣餐 今天是圣餐 大家准备好杯跟饼 我们准备为圣的 感谢 谢谢主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辛苦了 叶传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